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戈壁滩上捡的戈壁玉 它是前面10公里 对 是扣的 你看 捡了一大袋 是我们也去捡的 对 好漂亮 说一块能卖到几百 好几百了 应该是吧 捡了几千块钱 雕出来就得几千 你看 捡了一大袋 好大一袋了 我们也去捡 哇 好多 你看 透透的这个白的 捡了多久啊 那么多 有两个小时吗 两个小时 哇 那个反正 往那个反正 它都有撤过的 你看 哇 真的 你看 一打磨出来全是 都是黄的 都是黄的 太好了 漂亮 哇 真的 你看 像那个肉一样透色的 对 透那个血色 对 对啊 它这个 你脖子戴这个是你自己捡的吗 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鱼 但是是这个毛料 就捡了就这样 就没加工 还有白色的 嗯 都很透 对啊 真好 这颗特别漂亮 我摘这个 泥屎 泥屎 待会我们也去看一下 看能不能捡到几颗 主要用心 很多 你车这么大 使你往车上转 真是 会被检查到吧 多捡点回去 这个路费 赚回来了 对 问题是这个卖给谁呀 卖给那些 卖鱼的 市场里的那些人他都要 工料 他们做的那个原料 这个把这 稍微叼一点 完了以后 就打个柱 打个眼 对 一打磨 关哈 对呀 还真好看啊 石头 都好 好臭啊 你看 它一般剪这些吧 嗯 它这个垂直打个眼 嗯 打眼以后 它剪很多啊 很多 然后那个链子 或者手肘很漂亮 各种颜色都有 串成像链都可以 对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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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的稍微 稍微圆一点的 透的 你看这多透 对呀 这很透 看底下很透 打一串 串在手上 对 你就去剪 都能剪到 嗯 好透 你这个有WiFi是吗 有信号 我们是用的手机信号 我也是用手机 你逆光拍 你逆光就透了 你逆光 刚才坐这里就有信号 对呀 拍得到吗 这样子 拍得到 哇 是透的 我们刚刚遇见的那两个山东济南的朋友 他跟我们说 往前走10公里 能够剪到隔壁玉 我看他们剪了好几大袋了 对呀 晶莹剔透的那种玉石 这个能剪吗 剪的能带走吗 问题是 肯定能带走 能被检查出来吗 肯定不会被检查出来 这不是属于顶区里面的东西吗 能被游客剪走吗 对 都是游客来剪的 那比和田还厉害了 嗯 确实是 如果正面能剪到 哇 哇 是在那边吗 你看那边 还挺好看的 半斤 你干嘛 半斤 讨厌人 哇 我们去 现在小薇和半斤在剪戈壁玉石 小薇有收获吗 衣服都装不下了 衣服都装不下 我看看 这个玉石 看看小薇剪了些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剪的 我不会剪 我全是剪的透透白白的 都是白色的石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玉石吗 隔壁玉石吗 你看 有颜色 冰凉冰凉的 看这个 这就是吧 都是透的 我把它穿着原来带个手面 看见 别人说你也信 这只是普通的石头吧 这只是普通的石头吧 哪里普通 你看这个 你看他们脖子上戴的 对啊 很透 有画纹 这种一会儿剪一大卡车 你不是一夜暴覆了 问题是谁要摆 这大的 不摆 跟屎一样 哎呀 你不要什么都往里面塞 好不好 走了呗 走了吧 走回去开车 往前面再走一下 半斤 哎呀 我们三个好邋遢呀 半斤在地里吃沙 我们在地上捡东西 这叫我所谓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嗯 哇这是沙地要先车 阿龙 嗯 我们车不能往这里走了 那就掉头呗 我们在三公里处 不敢往前走 因为前面全是沙地 现在掉头回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龙 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 一起去看这个视频 对 对 对 好 太过了 感谢观看